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全球消费电子市场持续为迷,导致三星电子的智慧型手机、记忆体晶片及晶圆代工等众多核心业务均受到了冲击,使得三星电子的整体业绩也受到了影响。 随着去年10月开始库存消化、减产以及需求复苏,市场预期三星2023年第四季运营情况应该可以走出阴霾。 然而,三星电子复苏速度似乎比预期缓慢,三星电子此前预计第四季营业利润将同比下降35%,低于此前的预期,这也削弱了此前预期的半导体业务回暖带动的获利希望。 前两年,由于大流行后库存过剩,以及智慧型手机和笔电等终端产品需求疲软,导致记忆体晶片需求及价格大幅下跌,对三星的获利造成沉重打击。 三星第三季营业利润较较去年同期暴跌77.6%,第二季营业利润也较去年同期暴跌95%。 虽然2023年四季度,记忆体晶片价格在三星等上游供应商减产及下游终端产品需求回暖的带动下已经开始反弹,但获利仍不如预期。 三星电子去年在2023年第四季初步财测报告中预测,该季营业利润同比下滑35%至2.8兆韩元,远低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3.7兆韩元,已经连续6个季度衰退,营收为67兆韩元,同比下滑4.9%。 也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70.31兆韩元,也反映目前科技业面临消费者支出减少和半导体市场潜在的供应过剩等挑战更为严峻。 近日,三星电子正式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指引,数据显示,该公司营业利润已经连续第六个季度下降。 尽管晶片价格有所改善,但其晶片、电视和家用电器业务仍持续疲软。 三星电子报告,2023年第四季度营业利润下降35%至2.8兆韩元,约合21.3亿美元。 而分析师平均预期为3.7兆韩元,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9%至67兆韩元,而分析师预测为70.31兆韩元。 从2023年全年的业绩预期来看,三星电子营收预计将同比下降15%,另外初步财报显示,三星电子2023年营业利润同比暴跌84.92%为6.54兆韩元。 这一结果反映出,鉴于经济不确定性,对智慧型手机和为现代电子产品提供支持的记忆体晶片的需求仍然低迷。 三星和全球第二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SK海利氏在第三季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减产后,疲软的需求可能终于触底,预计2024年上半年,记忆体晶片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2024年下半年和2025年,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的获利将显著反弹。 在此背景之下,三星电子现在目标是在新兴的高频宽记忆体HBM晶片领域赶上竞争对手SK海利氏,计划到2024年将容量提高2.5倍。 HBM是一种能够更快处理数据的先进晶片,可与硬体搭配使用,例如徽达的AI晶片,用于加速训练,AI模型等密集任务的数据处理。 三星已从此公司SIMS订购了数十台热压TC建核机。 由于TC建核机用于堆叠DRAM,并且是制造高频宽记忆体HBM和DDR5的必备设备,因此该订单表明,三星今年可能会专注于先进DRAM的生产。 消息人士称,虽然记忆体晶片价格自2023年底以来再次稳步攀升,但市场仍处于复苏阶段。 尽管过去几年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所有记忆体晶片价格下跌,但由于伺服器和数据中心的使用,市场对先进地DRAM晶片的需求保持稳定。 然而,预计今年,NAND快闪需求将继续保持低位。 鉴于TC件合机的订单量很大,预计三星还将订购范林集团制造的Cyndium,用于系通孔TSV时刻,Diamson Sabre 3D,这两种设备也用于HBM的生产。 据报道,三星正准备扩大EA、EBD RAM晶片产能。 市场研究机构也预期,对AI的需求将推动整个半导体销售市场在2024年复苏。 包括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在内的半导体供应链将在2023年告别低迷。 根据初步财报预测,三星电子的晶片部门正显示出反弹迹象,预计季度亏损将减少至1.2兆韩元左右。 Counterpoint技术市场研究总监Tom Kong表示,他认为,这表明反弹速度比想象的要慢。 价格上涨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某些行业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劲。 尽管弱于预期,但这是三星电子五个季度以来的最小同比利润降幅。 由于三星采取减产措施,晶片价格在去年12月反弹,预计2024年,记忆体晶片将出现复苏,且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 根据TrendForce数据,2023年第四季度行动装置DRAM晶片价格预计上涨18%至23%,而行动装置NAND快闪晶片价格上涨10%至15%。 记忆体品牌继模组厂商微钢董事长陈立白在谈及试矿时表示,看好记忆体原厂减产与产能抬起效应发酵,且AI应用将在下半年开始不断扩大,相关伺服器、PC与智慧型手机等需求都将接踵而至。 DRAM与NAND Flash两大记忆体价格,渴望维持一整年多头格局。 陈立白进一步指出,目前记忆体试矿已进入过去十几年从未发生过的多头行情,不仅供给端紧缩且涨价态度强硬,需求端也有一连串新兴,AI需求产生,以及车用记忆体需求大幅增加,看好今年记忆体价格正向走势,且第一季度的NAND Flash与DRAM价格涨幅将和去年第四季度相当。 近日有消息称,三星电子和美光科技等记忆体晶片供应商正在考虑在2024年第一季度将DRAM价格提高15%至20%。 与飙升的NAND快闪价格相比,2023年第四季度DRAM定价相对稳定。 不过,消息人士称,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目前预计在下一轮涨价中将重点放在DDR4和DDR5等DRAM上,以加速恢复盈利。 有记忆体模组厂收到三星2024年第一季度将DRAM价格提高至少15%的通知。 但三星并未提及NAND快闪定价,但预计NAND价格将继续上涨。 2023年12月,DRAM价格上涨2%至3%,大幅提升DRAM价格,但低于当月3DTLC NAND约10%的涨幅。 分析师表示,三星晶片部门2023年第四季度的亏损可能会减少。 而2023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亏损分别为4.36兆韩元和3.75兆韩元,随着DRAM业务恢复盈利,其记忆体晶片盈利有所改善。 然而,分析师表示,三星非记忆体晶片、电视和家电业务的利润低于预期可能是三星业绩未能达到市场预期的部分原因。 分析师表示,2023年第四季度,三星行动装置业务的两款旗舰折叠机型出货量可能较第三季度,各下降约100万部,导致盈利越有下降。 其今年在美国推出Galaxy S24系列旗舰手机,内置Galaxy AI功能。 三星希望推出新的设备和折叠机产品线来推动2024年的增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monte